主料,南瓜200克,主量,大米一杯,腊肠一根,虾菇两朵,洋葱80克,胡萝卜50克,盐0.33勺,蚝油一勺,鸡精0.5勺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用餐人数1-2人,你洗净,放少量水,连皮南瓜切大块铺在表面,放入电饭锅,按主发键炙熟, 锅内更少许油,放入切碎香菇,洋葱,胡萝卜炒至猪香味,放入切碎香肠,炒至熟,加入煮好的南瓜鸡饭,加入精水二大匙,翻炒均匀,炒至水干,加入所有调味料翻炒均匀,撒上葱花即可,烹饪技巧,放入电锅煮饭时,放平时一样多的水量就可以了, 饭不要煮得太烂,也不要饭南瓜煮烂了,这饭饭米饭煮得太烂,或是南瓜煮烂了就不好吃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